今天來到金巴利道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想吃一個韓燒 就是這一間 高麗軒韓國料理 他吃這個放題的 現在5點半 5點半至7點3前 埋單 就是這一間 208元 不過兩人只吃一個半小時 四個人才可以吃兩個小時 看看收費 現在5點半 這個優惠價208 當然要加一 Herry現在進去 老友 哈哈哈哈 我先進去 他有樓梯的 下去吧 我們訂了兩位 5點半 學小姐 他不太大間 這裡有貴賓房 有汽水 應該是喝喝的 下來之後 如果加38元就多了很多食物 有海鮮 還有紅本和牛 還有帶子 我們當然加 他餐牌有溫馨提示 1-3人就1.5小時 4人以上就2小時 看看普通的餐牌 這些全部都可以吃 牛肉 牛腥 牛腊骨肉 牛仔骨 五花腩 之後 看到有海鮮 有蜆 有魚柳 蝦 多春魚 鮑魚仔 又有雜菜 又看到有山牛肉 我老公叫了 有煎蔥餅 然後湯類 有人心雞湯 豆腐辣湯 牛骨紹菜 豆腐醬湯 都很多種湯類 再來有炒年糕 炒魷魚 還有銀雪魚 它本身煎到銀雪魚 秋刀魚 又有石鍋飯 飲品方面 看到有這樣的車 全部都是汽水 Harry拿了飲品 在前面這個 有什麼飲品 有很多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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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我們一些前菜的東西 前菜方面 一般的泡菜 蘿蔔 都有的 首先有肉蛋扒 我覺得它的顏色 是淺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特級牛頸肉 很快就來了一個和牛 紅本和牛 它一共有九塊 因為我咬了兩份 看一看 油花好像很漂亮 之後來一個海鮮定盤 海鮮定盤方面 它有這個扇貝 然後有帶子 有魷魚 有蝦 還有青口 好像很棒 銀雪魚到了 哇 很大塊 像匙巾那麼大塊 你看 厲害 老公有一個人心雞湯 有牛蝦 有和牛 有牛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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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行薯魚 現在我們先拿一些肉下去 先拿去燒 拿大支 很少有大支吃 很少有牛腦 很少有牛腦 現在是肉眼扒 這是普通牛肉質素 因為它不會很軟 但是正常的質素是肉眼扒 現在老公試這個肉眼扒 肉眼扒 這個比較硬 很少有牛腦 可能有牛腦不夠 不關事 我覺得 老公現在嘗嘗人心雞湯 超級贏 幾種有香味 可以喝嗎 可以喝嗎 沒有喝過牛腦 試一試 沙醬 它已經煎了很多 好吃 好吃 脆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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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兩口 吃了兩口 蒜頭醬 又有我的人吃 總公現在嘗嘗 韌豬魚 我說好吃 馬上說要吃 因為脆脆沒骨 是嗎 還可以的 是嗎 好吃的吧 老公嘗一嘗和牛 好軟 即是這個可以 來一定要加這個 還有什麼夾了 還有牛舌呢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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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大腿味 還可以 對 即是除了肉炭炭 其他暫時都可以的 38元一定要加 不加你就吃得好 有些食物嗎 有 有 先吃一個火口 它很好吃 雖然它不是很滑 但質地 是很軟的 雞油花 比這個好多 雖然不是日本 但這個不錯 好像魚柳 要說這麼多 要吃 行動 是不是整個食物 也要做 有些 還有個牛市 還有個牛市 牛市 因為牛市 raids 有些鹹 炸了不成 所以 為什麼 還可以 ce 是大小排 分辨 有些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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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和牛不算很好吃 但是200多元就接受200多元的質素 如果跟日本或我們吃的和牛就差幾倍 我覺得這個帶子挺好吃 你正在吃什麼 有喝這個帶子 有喝這個帶子 剛才是你燒焦的 但你加了蒜蓉味 現在要吃青藕 你覺得青藕 蒜蓉味也很香 只是吃蒜蓉味嗎 你不能吃 蒜蓉調味幾個 蒜蓉調味幾個 好像全部都蒜蓉味 我的牛骨豆腐豆醬湯到了 我先看看 它真的有牛骨 但你有沒有豆腐 我明明真的叫豆腐 先試一下 豆醬 豆醬 其實豆醬也不是豆腐 我一直以為是豆腐 有點像番茄薯 但它又不是番茄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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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現在嘗嘗我的豆醬 牛骨湯 麵豉湯 少許麵豉 你那個好喝 還是我那個好喝 是嗎 人生雞也好喝 對 那是還有牛骨 你現在是牛骨 每次到齁小骨 嚇一跳 嚇得多一點 好 哇 他可以湊出牙齒 哈哈哈 這個嚇不著 嚇得多一點 在嚇得多一點 都ansa ง поступ 還有一塊筋 慢慢吃 反而我覺得牛仔骨是蠻好吃的 味道和質地都不錯 第二轉我點魚柳和帶子 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 再點牛仔骨和豬頸肉 再點五巴腩 再點這個和牛 這個韓燒比出現特別 它是有生牛肉吃的 我老公叫來試試 有隻蛋 現在拌了生牛肉 切了一條條 老公現在試試生牛肉 拌了一隻蛋 如果裡面冷 你吃不到口感 吃不到口感 對 因為這裡還有一條條條 你硬一點再試試 有沒有味道 質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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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質地呢 切糖 切曬的質地 你咬下去有肉有軟 現在試了五巴腩 就是這些 五巴腩肉 這種最好吃 就這樣吃了 好吃嗎 好煎 多好吃 好煎 多好吃 多好吃 好煎 我試試這喔 好像牛肉乾的質感 但真的挺硬的 挺香的 很香 最後再點了牛肉和魚 蠟豆腐湯 有很多豆腐 黑色的那塊 蜆 蜆 蜆豆腐湯 試試蠟豆腐湯 蜆豆腐湯 味道不太好 味道不太好 有些小斑的味道 味道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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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魚石窩飯到了 他現在拿辣酵醬 我一聚集分為我們 味道不太好 用飲料 老公嘗一嘗石鍋飯 我們覺得質地是正常,不算很香 對,不算香 但味道正常,不是特別難吃 我們吃到7時,去到結帳那一刻,仍然是這樣 很慢,覺得有點貧能 汽水我也是喝了一罐 現在老公剛剛開了一罐給我 我們現在結帳了,兩人每位208元 然後每人加38元這個和牛 再加一,一共兩人吃了542元 我們吃完這個行銷,我覺得價錢方面 208元,我們7時3前結帳 7時3後結帳就220元 我們加了一個和牛 和牛其實比我想像中是差 因為覺得它不是滑 它不是難吃的,也不是考不到的 不過不是我想像中的和牛 反而我覺得它牛仔骨 還有一些魚類,譬如人樹魚 魚類都挺好吃的 質素我覺得可以 它很有趣的,跟漢王那些不同 漢王那些比較濃味 但它的東西偏淡味一點 又不像日燒 想像是韓燒和日燒之間 那種 你覺得呢? 每樣東西這個價錢都OK 不會說很難吃 就是合理價錢 但又不會說很好吃 我覺得二百多元是差不多的 但它最可惜的是吃多半小時 因為都很貧困 我們又要拍攝,又要吃東西 所以其實都不夠時間 要倒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錢合理 只可以這樣說 不是難吃的,也不是特別好吃的 但以韓燒來說它算合格的 而且質素的肉應該好 比一般的韓燒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來試試 那我們回家了,下條影片見 拜拜 謝謝